接下来就问各位一些问题 有三个试管加甲乙丙三种反应 然后呢利用元素 对啊就是前面背过什么 甲钙纳美女胎那个背完那个 知道谁大谁小那个 然后呢问 哪个会有反应 如果有反应谁是氧化剂谁是还原剂 第一个 新的活性比同大比同小 你刚刚前面有让你背的 甲钙纳美铝碳铃铁铁铁铅铜孔银银银 所以新的活性比同来的大 那因为新的活性比同来的大 所以新粉加氧化酮会不会有反应 会因为他会把活性大会把人家养给 抢过来所以有反应 方程是怎么写 就新加氧化酮变成 氧化新加铜 好了你方程是写给你了 你知道反应长这样了 那请问你 谁是氧化剂谁是还原剂 就是我讲过你要会的事情啊 来 谁是氧化剂谁是还原剂啊 这些人都快抽完了 29号有吗 29号有 几例 谁是氧化剂谁是还原剂啊 1234567 请坐 用我刚才的讲法叫做 有氧的叫做氧化剂 对不对 谁有氧 氧化酮有氧 再来 得到氧的叫氧化 失去氧的叫还原 心得到氧 心氧化 氧化酮失去氧 氧化酮还原 氧化剂自己还原 还原剂自己氧化 所以心氧化了 所以叫做还原剂 氧化酮还原了 所以叫做氧化剂 所以 氧化剂是氧化酮 还原剂是心 好 下一题 碳跟氧化铅 根据你背的结果 甲钙、钠、钠、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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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看到了方程式 看到了方程式 知道有这样的反应 你就会判断 谁发生氧化 谁发生还原 谁是氧化剂 谁是还原剂 于是请问你 这里谁是氧化剂 谁是还原剂 1号 没有 10号 10号没有 这个快没有女生了 还有女生吗 6 6号 几个 谁是氧化剂 谁是还原剂 说什么 氧化铅是氧化剂 然后另外一个是 碳是还原剂 请坐下 我们用刚才讲过的 有氧的叫做氧化剂 氧化铅有氧 氧化剂 氧化剂自己还原 氧化剂失去氧还原 没有错 所以谁是氧化剂 氧化铅 氧化铅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还原剂 碳得到氧 碳本身氧化 还原剂 别人还原自己氧化 所以 最后 请问你铁的活性跟美谁大 美大 铁比较小 所以会不会发生氧化还原 不会 既然不会就不会什么氧化剂跟还原剂啊 没什么氧化跟还原剂啊 就是不会嘛 没反应嘛 可是这个叫做根据活性大小判断反应嘛 知道实验结果嘛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过了 一个重点是根据实验结果知道活性大小 一个是根据活性大小知道实验结果 然后还有判断谁是氧化剂 谁是还原剂 谁发生氧化 谁发生还原 然后还有说谁比较安利 谁比较不安利 延伸还有说谁是最长的氧化剂 谁是最好的还原剂 诸如此类的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会的问题 可以吗 可以